那我们知道现在前线也出现了很多 更多的自助自己来救援的那些西方的面孔 他们也都参与到了此次救援当中 甚至我看到了很多人也在积极地传播咱们新中国联邦 小萨萨在现场你有没有见到很多的 更多的开始认识到整个咱们新中国联邦的呢 有的有的 诗哥讲这一点我们是遇到过很多 就像有这种单独的像背包客 他们就是常年的他们在一些自己能去触及到的这些需要义工 需要去国际救援 他们都会去参与 然后当我们去跟他介绍我们是新中国联邦 他们看到了不一样的这个sign 这个这个我们的logo我们的旗帜 他就感觉到很诧异 他说你们是来自中国吗 我们说我们是新中国联邦人 然后呃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 你第一次跟大家呃跟他们去讲述的时候 他们可能从一种呃叫stereotype 就是呃刻板印象来说他们明显会感觉到这个还是china相关的 但是他不能马上的就是感受到说我们的这个呃行为呀行动啊的不一样啊 我们与中国共产党不一样 所以呢他们没有呃从一开始是排斥而是在观察也是在看跟我们去紧密的合作啊 啊像我们有任何的这些在营地上面的这种帮忙啊啊啊包括支持啊 他们都会都会过来帮忙因为他们来的目的来到波兰这个呃买地卡或者是他们会有人想进去乌克兰的目的都目的都是就说想呃这个援救整个的乌克兰的难民 他们都是想去救人所以在我们的整个的出发点上和我们的呃共同目标上面我们都保持的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在呃我其他时间他们会跟我们聊起来问问到说那你们这个组织包括你们的法治基金呃包括新中国联邦 他们的呃这个整个的概念啊意义啊是什么那我们每一位战友只要是呃这个呃跟他呃语言上呃没有问题的我们都会很努力的跟他们去呃讲 我们是消灭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一群中国人然后我们是这个呃铲除邪恶的呃在在这里去人道救援的呃中国人 所以也渐渐的用时间用实际行动他们都都已经完全的理解 而且很多像啊这个音乐的这个钢琴师他也加入了getter很多的这些人我们都有推荐他们去赶紧download getter 然后注册一个账号然后在上面发送你最想说的没有任何的语言的拦截没有任何的账号的这种block呃前天那个呃 战地的那个呃钢琴师就给我给我看说他有发getter然后他说他没有想到哇这么多人去给了他点赞以及回复还有这个转发他说真的不可思议嗯呃这个就是我觉得行动正验证真理验证一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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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